大家好 我是大野猪 一起来看看野猪最新收集的资讯吧 先祝所有朋友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还请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野猪 谢谢 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论我 首先请大家来看一下野猪我在上网冲浪时看到的两篇文章 下面这个还可以理解 但是上面这个真的是 这个标题估计会被挂到贴吧 根据专业机构的统计 苹果端加谷歌商城的收入 原神排到了海外收入第一 有些在国内非常热门的游戏并没有上这个榜单 毕竟他们的主要收入是来自于国内市场 这是崩坏山10月份的收入 差不多一个亿吧 这是原神10月份的收入 差不多是20到30亿之间 而且原神10月份的收入是比较低的 纳西达的收入是在11月份 很多朋友想知道的幻塔10月份的收入 差不多和崩坏山一样 也是一个多亿吧 日服和国服收入差不多 就目前原神在国外的影响力和收入 短期之内一款新游戏想要超越它是不太可能的 反正米哈游只要把赚来的钱用在该花的地方 对于我们玩家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情 同时友商也要给力啊 总不能让米哈游自己打败自己吧 我们玩家的福利就是要靠友商之间的竞争呀 接着向大家介绍一下纳西达参考的原型 索罗门72恶魔之一的布耶尔 他拥有治病的能力 能够给召唤者哲学和逻辑学的知识 刚好符合了纳西达的人设 那么这就是记录在书上的样子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是这张图片被转发到了外网 图上还有一个要素 华为 就是不知道这个羽毛球协会 是不是属于华为公司内部的 不过公司里面有人玩原神也很正常 全头公司的CEO不是也玩原神吗 纳西达打纳西达 你猜他的对面是谁 我猜是G7 最后向大家求个点赞三连 我每天都会分享最新资讯 原始活动 攻略教学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花几分钟看看 以免错过各种福利哦